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于邵宇慈今次访美 没有代表与记者团同行 相放回面后 罕有感不安排记者会 就连两国会后发布的官方声明 几乎没有提供更多谈话细节 也没有披露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或计划 德国传媒质疑两人对门会议过于神秘 德国最大在野党 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默示批评 议会和德国公众中 没有人知道今次访问的内容 他指责邵宇慈对华盛顿之行秘而不宣 是不符合惯例 有分析认为美德在环污坦克 不愧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 以及充满保护主义色彩的美国 削減通胀法案等议题上矛盾重重 但作为美国的小弟德国领导人 对美国的儿子气使却无能为力 德国明星周刊日前刊登封面文章说 老大哥回来了 封面文化是拜登牵着邵宇慈 对方正仰望着老大哥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 美德国内对援助乌克兰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 拜登和邵尔茨将分别面临美国总统大选 与德国议会选举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简斯说 就政治支持的长期可持续性而言 两人都面临巨大阻力 出于国内政治目的 他们彼此需要 俄罗斯传媒批评 德国政府在北溪书气管道被炸事件 发生半年后仍然保持沉默 对美国的扶庸立场不允许柏林谈论 谁是幕后黑手 德国的外交政策 完全被锁在华盛顿的轨道上 这将会令德国未来走进死胡同